大家好 我是直辈大叔林依峰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白铃潭40年 这支为了200周年所制作的chapter 2 第2章的40年 还记不记得一年前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吧 我们介绍了第1章 第1章叫The Remembering就是记忆 第2章是The Waiting 等待等待威士忌熟成之后绽放出它的美味 第1章Remembering的主轴 就是给了三家绝版酒厂的威士忌 所以第1集如果忘记了记得回去看 这次第2集我们要介绍的是The Waiting 谈熟成的艺术 威士忌在时间当中长时间的熟成之后 到底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美味 我常觉得威士忌在熟成的过程 有时候就像是过年的时候都会买一些荆棘树 刚开始会开些小白花 偶尔会有一些那种白蚊蝶会停在树上面 就开始黑黑的一个小小的毛毛虫 后来那毛毛虫就会从黑黑的一边吃叶子 开始长成绿绿的 越来越大只越来越大只 后来在树上结蛹 我小时候最期待的事情是当蛹变成半透明状的时候 你几乎可以看到里面有那种即将破蛹而出的蝴蝶 最后蝴蝶出来的时候 那是最让人兴奋的一刻 而我每一次在等待威士忌的熟成的时候 就有那种等待着画永成蝶的兴奋感 今天这支我就是要跟大家谈这个画永成蝶的美丽 运气很好的是我在今天拍摄这支白蚊蚊 40年之前我就已经适合过这40年了 非常迷人 所以今天我非常期待他从中间所带给我所的美好 不过在这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谈谈收藏品这件事情 威士忌已经成为全世界非常重要的收藏品质疑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你收藏什么样东西其实反映的是你自己 你如何收藏这件事情 其实反映出的也是你的性格 所以虽然是威士忌 但收藏方式以及收藏品项 包括你决定如何收藏它 以及你收藏的定义都决定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收藏一定是收藏自己爱的东西 而不是收藏自己不爱的东西 当然收藏有很多的技巧 包括什么样的收藏会长 什么样收藏不会长 很好的收藏品呢 你不只是能够拿来观赏 甚至拿来喝 甚至呢的确未来它会增值 什么是好的收藏品 我们就从今天这个百灵坛40年来跟大家谈起 好的收藏品一定要好的包装 你可以想象吗 我收藏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威士忌 然后就用很简单的那种白色的纸盒包装 总是会觉得有点sad 那今天呢这个收藏品我很喜欢是 我们放在桌子上有一个皮盒 皮盒里面还有一个木盒 然后从木盒当中才拿出这支百灵坛40年 在这个皮盒之前 其实我要先从两个纸盒当中拿出来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严密的包装 层层就为了保护这支非常难得的威士忌 除此之外呢 包括它的瓶身上面 你看看这个花纹啊 包括里面啊 我们看到这个由英国知名的哲子艺术家 卡拉麦卡文小姐所做的作品 你看它像是麦穗一样 扣个层层叠叠空间的曲折呢 做出仿佛像是威士忌的原料大麦麦穗般的形状 非常的迷人哦 这支酒很清楚的标示了 它的作者是谁 就是现任的白灵坛的首席调酒 是Sandy Hicksworth先生 所以这支酒会有清楚的讯息 包括它的背标啊 告诉你啊 这支酒呢是调和的苏格兰威士忌 但它用的是圆筒强度装品 像这支酒是45.3酒精浓度强度的圆筒强度装品 白灵坛即将接近200周年 一家酒厂会有几次200周年 然后我们一生当中可以遇见这个酒厂的 几次百周年了 大概就这一次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收藏品 对于时间上来说 对于白灵坛这个品牌来说 上一次出版白灵坛40年 一般款的是2012年 当然为了这次200周年 他们总共会出5个章节 就是5个chapter 2023年去年已经出了chapter1了 这是chapter2之后还会出3个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收藏系列 很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 他有艺术家跟制酒者的互相对话 并且他封存的属于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酒意 他封存了什么样的酒意呢 首席调酒师Sandy Hisswell 他的老师是Jack Goldie Jack Goldie他任职的时间从1959年到1994年这时间 他为Sandy Hisswell先打造好了这40年的百灵坛的原汁 然后再由Sandy Hisswell 透过学习而得来的调和艺术 才制作了如今这支百灵坛40年 所以这中间太多的故事可以说 而这支今天要谈的主轴是The Waiting 他到底在等待什么呢 没有错就是等待我刚分享的话有成蝶 这支的主题跟chapter1不一样 他不是在谈绝版酒厂 他谈的是美国项目筒 美国项目筒是什么意义呢 你发现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谈雪莉项目筒 因为市场流行雪莉项目筒 但是真正老陶中的老陶知道 美国项目筒对于所有首席调酒师的意义在于哪里 美国项目筒更能够保有威士忌原厂的风格 美国项目筒的木质更坚硬 美国项目筒在年轻的时候会带有香草调 花香调甚至是新鲜水果的味道 而这样的气味会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它有很美好的味道 都又不会压抑掉酒厂在炙酒圆酒的气味 然而在经过更长时间的熟成的时候 就像是在岁月的积累 不断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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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在试这支百灵坛40年的时候 我就充分的感受到这样的气味 我们来看看这支百灵坛40年 如果你不跟别人说它是美国项目筒的时候 你完全很难想象对不对 因为它的色泽是琥珀色 而且它的香气浓郁到无语附加 甚至有很清楚的香料气息 很美好的木质调 甚至你可以闻到它带有一些深层的葡萄干 就是所谓的果干的味道 所以很多人往往会透过颜色 甚至透过它所传递的这种很沉郁的香气 甚至会猜测它有可能是放在雪莉桶当中 但是波本筒的画永成蝶就在这个百灵坛40年纪录 非常清楚 就是它已经从原始波本筒的 比较轻盈的香草冰淇淋 现在变成了满园春色 到处都是开满满的花 有红色的花 有白色的花 而且它的花已经跳脱了原始的橙花 就那种小白花的味道 它更多的是像野浆花 因为它也把那种所谓spice 它也把那种香料 包括姜 胡椒那种特殊的香料味 融合进了花香调当中 所以它产生的花香调是更深沉的 虽然是白花香 可是是深沉的白花香 而且它的木质调像是那种檀香的味道 这种长时间收成出来的美好 几乎已经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于 美国波本项目筒的期待了 它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层次 而要获得这样的层次 必须得从时间的等待 百灵坛的整个全系列 几乎有70% 都用这样的美国项目筒来进行收成 所以这一支Chapter 2 The Waiting 就是在告诉大家 美国项目筒的运用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的 随着时间的改变 它其实一直在变换它的美丽的 40年的美丽 30年的美丽 21年的美丽 跟17年的美丽 每一个年份所带给我们 有关于百灵坛的美丽 都是不一样 而其中有70%的重点 都是来自于美国博本项目筒 喝喝看 我仿佛是几世爱丽丝 被带进了Wonderland 哇真的是 你要我刚闭起眼睛的时候是 在我眼睛前面是一片的色彩斑斓 那种五彩的颜色 因为我的嗅觉跟味觉 竟然带给我闭上眼睛的视觉 是五彩斑斓的颜色 就是你就知道 哇这味道如此的丰富 而且我最近在写新书 特别写到花香调 这件事情对威士忌来说 是非常难得的气味 因为它是属于上唇优雅 很容易易散掉的气味 而这样花香调 在这支百灵坛 经过40年的收成 它仍然紧密的被包覆在其中 这就是这支酒的美丽 而这样的美丽 在40年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这支Chapter 2 The Waiting 它在全球总共有108支 全台湾据说只配到9支 这9支如果你配不到的话就没有了 非常少的一品 收藏级别的 最后结束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个人的收藏 我自己的酒库当中所收藏的威士忌当中 有调和威士忌 有单一麦威士忌 有单一桶威士忌 必须老实说 各种威士忌我都有收藏 而我收藏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收藏的标准是 这支酒在威士忌的历史 或者时间的轴线上 记录了那些我不得不认识的美丽 而对我来说 这支百灵坛40年的Chapter 2 The Waiting就是其中一个 非常值得我收藏的标的